师父,你的上师,你的本尊,你的父法都不能舍弃的 你如果是说,你依止了这个上师 有人问,师尊怎么可以有四个上师的师父 但是我没有舍弃 像师尊,首先皈依者是了名和尚 再来是德松仁波杰 再来十六师大宝皇喀玛巴 最后是图登大阿吉上师 皈依了四个上师 我皈依了四个上师 皈依了四个上师,但是我有舍弃这个上师吗?没有 因为每一次我在修法都一定要把四个上师顶在头上 你要懂得把四个上师顶在头上 你如果要皈依别的上师 那么你舍弃了这个如师尊 那你就离开就好了 你如果没有舍弃 好像我想跟这个上师呢 跟着一个上师再写另一种法 那是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每一次 头要顶着两个上师 两个师父 师尊是顶着四个师父在密教 那么在显教我顶着三个师父 还有顶着三个师师 还有顶着三个师师 我在显教里面 我皈依殷导师 乐国法师 道安法师 这三个是我的显教的皈依师 另外还有三个师师 受戒的时候 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三个记号的 三个师父 一个是会山老法师 一个是玄顿老法师 一个是捷光老法师 捷光老法师 捷光老法师是你们香港 是你们香港 乐国法师也是来自于香港 所以我在显教有三个皈依师 三个戒师 在密教有四个皈依师 这就是我自己的师父 一定要记得 你那个法名都给他忘掉了 那还算什么皈依师 这个就是三昧阿 很多三昧阿 在 不要死我了 OK 在婚阿 你不是这样的缩销到永远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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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